首批公司上市交易 第一 财经连续五个交易日 网台联动 全天候直播 全球记者纵贯连线 深度解读投资策略 敬请关注 今日大盘是冲高回落 创业版表现优于主板 那咱们投资者究竟该如何来把握 主板与创业版之间的轮动机会呢 接着就来听一听 嘉宾们给出的最新答案吧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袁建新 好 袁建新 你好 李婷 你好 那么今天上午前半小时 我们看到市场一下子就起来了 并且似乎成交量也非常充沛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在想 这个市场现在是接近7月底 已经7月下旬了 那会不会在7月下旬 让我们投资者已经不再想念的 七翻升到来呢 带着这个问题 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今天的一个市场走势 那实际上从最后的一个情况 我们先来看一下 板块的一个涨跌幅情况 那可以看到板块的一个涨跌幅情况呢 首先昨日涨停板块呢 今天继续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 涨幅呢是达到了4.22% 说明市场的延续性要比之前 刚刚开始出现反弹要好 所以有这么一个条件 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涨幅前列的 都是跟手机呀5G呀这些芯片等等相关的 那么其中呢PCB概念我们昨天在谈市场的时候 谈到过这个电子线路板 这个就PCB板块 在之前半年报公告当中 好像是最早有一家上市公司告诉大家 它是PCB行业的 半年报很不错 有过一个不错的一个表现 前翻的上涨好像似乎又回来了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 似乎7月的七翻升还是有可能性的 那这是第一个感觉啊 那第二个呢 从今天的市场这个北向资金的一个流向 我们摘取了一组数字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那今天呢互股通的这个 可以看到是13.92 深股通呢是10个亿 加起来呢是24个亿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这个是最终的一个数据啊 有的投资者可能没有看到盘中的一个变化 那个刚才说到10点的时候 大盘涨幅很大 那北向资金这个时候流进多少呢 20个亿 最高到27个亿 我们看到收市的时候呢 是24个亿 那从这一点来看 北向资金的一个流动啊 它实际上是不是连续的 稳定的流路 而是前半小时非常大量的一个流路 给大家一个信心 似乎这个不错 但之后呢 到北向资金的一个流速开始减缓 甚至有一度是倒着流出的 因为到下午两点半之前 我们看到的北向资金的一个流向 是低于20个亿 大概是18个亿 但最后看到是24个亿 尾盘有一个翘头 那这个呢 就是看起来市场的一个上涨啊 可能不会连续 那还有一个问题 可能很多投资者都不了解 今天是周三 是本月的第四个周三 那么按照期权啊 50ETF的这个期权啊 它一个行权的一个规则 是在每个月第四周的周三 今天正好是这个时间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 我记得是上周吧 也跟大家有过一个交流 这一次尽管近阶段的一个行情啊 看起来不是非常的一个出色啊 老是问着啊 涨不涨不高 跌不跌不深 但是507权的啊 这个磁仓量是创了历史的一个新高 那么今天是行权日 当然有人想要有所作为 所以可能上午的前半个小时 就是给了一个对手 一个下马威 那么换句话 说过了今天 行权日过了 还需要这样做吗 还需要大量的一个资金流入 让50指数提高吗 让自己在期权的一个行权的时候 占据一个有利位置吗 恐怕不需要了 所以从盘面的一个情况来看 我给出了一个结论 恐怕期翻身 还得等待 还得等待期计 因为目前的一些因素 还不支持指数的一个连续的一个上涨 目前仍然是在一个涨不高 跌不深的一个背景之中 由于下跌以后的一段的快速上涨 这个快速上涨 很可能也是以天为计算 也许就一天 也许明天还可以延续 但是时间不会很长 这是我对盘面的一个看法 那么待会我们看完 我们导播给我们准备的市场热点信息 所以回来再跟嘉宾探讨的时候 再来看看科创版的一个情况 来 周三A股三大股指震荡反弹 护指收复2900点关口 截至收盘 上证指数报2923.28点 上涨0.8% 深圳城指报9266.3点 上涨0.99% 创业版指报1553.72点 上涨1.22% 盘面上芯片 安防 5G等科技题材 涨幅靠前 科创版方面 在进入第三个交易日后 截至收盘 科创版总计成交227.47亿元 首批25只股票全部收涨 平均涨幅11.39% 浮光股份大涨49.36% 沃尔德上涨34.76% 29家机构的139只产品 因超资产或资金规模 申购科创版新股 昨日被中国证券业协会 列入股票配售对象 限制名单 即日起6个月到12个月 这些产品将 无原科创版往下配售 据了解 此次被列入名单的 139只私募产品 共参与了首批24家 科创版新股的往下悬价 其超额认购的货配规模 总计达到5863.5万股 货户金额共计4.11亿元 在23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 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 文库表示5G网络和中端 均已步入成熟阶段 已有近20款5G手机可上市 网络设备比中端更早成熟 今年将主要在热点地区 大城市等关键地区 部署5G 下一步农村也将是 5G部署的重点 好 欢迎回来 来介绍一下 今天来到场内的三位嘉宾 周小刚 乔龙和张瑞 三位好 今天是科创版上市的 第三个交易了 我们看到今天科创版似乎比昨天还要活跃一下 看一下涨跌幅的一个排行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涨幅区前的是福光股份 涨了49% 盘中有过一次上涨30%的一个停牌 沃尔德涨了34% 也出现过一次 并且他出现这个上涨30%停牌的时候 正好是跨越57分 因此到今天为止 基本上所有的交易规则 在最近这三天当中 已经都出现过了 两次零停的 这个上下两次零停的 那么到了像今天跨越57分的一个零停的 我们都看到了 那么此外呢 还有一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不能算跌幅榜了 今天是涨幅偏小的 涨幅偏小的 最高的一个只有4.15% 最小的中国通号只有1.9% 这让我们看到 似乎客创版 已经跟主板跟创业版 从涨幅的一个情况来看 似乎也已经开始有接轨的一个味道了 我们来听听产烈嘉宾 对于最近这几天客创版 看下来以后的一个感受 先请出小刚 上次我来做的节目 把我个人如何选择客创版 做了用PPT讲了一下 那么这次呢 实际上25家公司 我最后从先选了17家 最后从17家当中又选了5家 本周一的时候 有一家公司跌到了我 就是开盘半小时之内 跌到了我这个经理价位 但是因为我个人非常非常忙 也没有挂单 集合金价也没有挂单 所以呢 等我忙完过完以后 价格已经上去了 所以我这次也没动手 我谈谈个人的感觉 从这两天复盘下来的个人感觉 就是很明显 这次的 就这两天主要运作的资金 还是博弈性的资金 这不通博弈性的资金 是看图说话 那为什么这样假 我是有理由的 因为昨天晚上我复盘复道 大概晚上1点半 昨天晚上25家公司当中 实际上只有唯一的一家公司 它是第一天日K线拉阳线 然后昨天的收盘价 比第一天的收盘价更高的 结果这家公司今天涨幅最大 所以说明这里的资金 更多的是看着30分钟K线 60分钟K线和日K线 在进行看图说话式的运作 我不认为这里涨幅最大的公司 就是等于它公司的基本面 完全像等于 这家公司基本也是25家当中最好的 我认为这个当中不能滑等号 那么我个人认为 到了下周 就像老员说的 下周以后可能科创板的公司 大部分公司会跟主板的公司一样 就是它的涨幅 就是日内的涨幅 可能是在10%以内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好 这是小刚 这两天看科创板的一个感想 对 那乔荣有什么感想 买卖过吗 买卖过 买卖过 来跟我聊聊你买卖的一个体会 对 作为一个职业投资人 我觉得科创板它是一定要亲自参与的一个板块 非常重要 不管成也好 败也好 只有真正参与了 才会有感受 才会有话语权 那么这两天呢 我是肯定不会放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我看贪贪谈谈 我自己的这个操作经历和过程 可以说有喜也有金 反正是挺像过山车一样 首先呢 我是基于对大盘有个判断 在2874点左右 会有一个比较稳妥的反弹 所以在这个星期一的时候呢 在这个时间点呢 我是进去的 当时呢 我是买了一层的肠尾 这个还是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 还是比较正确的 这个西服是买在了最低点 而且这个从账面上引领的 也是非常的丰厚 但是后来呢 我就开始犯了错误了 因为长得厉害以后 就开始激动了 不冷静了 控制不住自己了 在加仓了是吧 对 在肠尾的时候 就加进去了 然后关键是 当时呢 因为也是第一次 在一个同一个板块上 同一个这个界面上 操作不同的板块 自己操作的时候 也忘了这个一些规则 忘了一些规则呢 然后想起来 这个是不能替加零的 同时它是前几天 是没有涨跌幅限制的 然后一般通常 我会把涨跌幅限制 没有限制的话 跟替加零联系在一起 然后发现这个事情 给做错了 完了到了下午收盘的时候 其实把已经把 大部分的这个 很大的引力都吐回去了 然后开始恐慌和担心和后悔 我怎么会这么做事 怎么这么糊涂 所以呢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呢 也就是星期二的时候呢 我就把这个我判断差估计是横盘的 所以在基本上 在当天的最高点 我基本上把他这个都全部出去了 但是只有一点点盈利了 非常少 还算好 还算好 我第一次买的低 就是说 还是不错的 对不对 还算好 没有好多人 据说最高的进去 30%可能20%可能也就没有了 那么后来我总结了一下这个情况 第一我觉得还是不能追高 它跟其他做法是一样的 也是不能追高的 不能追高 第二呢还是要控制仓位 如果这个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话 这个肯定不行 对 交易规则也要熟悉 对对对 交易规则要熟悉 这个应该是最大的一个机会 这个是非常的 我们再来听听张瑞泽 我知道张瑞泽是偏价值投资 那在这个客专版当中 你觉得有没有机会 能够像风头一样找出一些 个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目前有没有 其实是有的 因为之前看的很多的 科创版的公司 它的照片说明书 有些比较了解的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就是看出来之后呢 就是估值确实有点高 那肯定是要回避 这个估值高的一段时间吧 这段时间可能要等上一段时间 等耐心 要等这些游资 对 看好的要有耐心 对对 等这些游资退场之后 等这个估值回落之后 我觉得参与会比较好一些 好 三位呢 都跟我们聊了一下 包括像乔龙游 亲身的一个体会 买进买出 那种心情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我们马上能够 透过屏幕都能够感受到 他当时如何高兴 又因为加仓加错了 又有一点沮丧的这种心情 那回过头来讲呢 今天这个市场 跟前面几天有所不同 今天直接上来 我们看到保险 银行 包括券商 上来前半小时啪啪啪一下涨起来了 那可能跟投资者一样 想问一个问题了 三位在今天有没有加过仓 或者捡过仓 我没有加仓 没有加仓 乔龙呢 空仓 今天是空仓了 你倒是很干脆 满仓 没变过 那么我们还是一个一个来讲 听听你对目前市场当中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七翻身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来跟我们聊聊 既然你是满仓的 来 是这样 七翻身的话 我觉得现在可能 不会特别的快吧 我觉得 因为马上月底了 对 但是我认为 接下来大盘 可能会是一个 巨尺装往上的 一个方向发展 巨尺装的 但是这个波动 可能不会那么大 还有就是 成交量 我觉得会逐步的放大 然后对中小创这类的 类科技类的 就跟科创 差不多科技类的公司 他们可能会受到 这个估值的影响 会往上走 这是结论 我说一下原因 首先我要说一下 为什么成交量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会放大呢 之前有过统计 就是当初创业版 开版的时候 之前的30个交易的 成交量 两次加起来的是 2000亿 然后创业版开版之后 的30个交易的 平均成交量 到了2900亿 其实创业版 贡献的成交量 不是特别大 主要是两次来增量 因为这个情绪上来了之后 会使一些 产生的增量进场 那么这个成交量的 大概从2000到2900亿 这一百分之五十的增幅 那么科创版这次 之前是4000亿 就是开始之前的 30个交易是4000亿左右 那么这次开始完之后 我觉得这两天 其实已经感受到了 无论是从量上面 可能比过去要慢慢多一些 游戏还比较少 慢慢会多出来 还有就是情绪上面 其实也从乔容那里 也感受得到 其实有起来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参与的人数 会多起来 所以说这是成交量 会逐步放大那个原因 并且会对主板上面 一些特别是中小创的 一些公司 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估值的带动作用 然后就是从二级报的 基金的这个上面来看 现在基金二季度 对那些消费办法加仓 还是蛮厉害的 但是这个仓位 已经到了历史上的 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了 这使得让我想到 就是有可能三四季度 这些会瓦解掉 然后从七月份 就当月来看 蔬菜水果的这个价格 再往下走了 就是CPI再往下走了 应该是 对这方面其实是有好处的 所以说我认为 最起码食品饮料类的这些 可能报团就不会像 这些那么紧了 那么他们的资金出来之后 可能会对就是中小创 这些资金 这些就是会有一些帮助 包括这段时间 前面刚才杨老师提到了 电子类的 像PCB这个中报的业绩预告 就看得很清楚 中位数的同比增速 达了30%多了已经 这个其实已经是感受到 一个固执高 一个固执低 一个增速起来了 这个感觉 所以说中小创上面 我觉得可能会在 后面的机会会更大一些 这是我对这主板 和大盘的看法 咱们张瑞子还是很冷静的 跟我们做了一个分析 跟之前创业版上市的时候 做了一个比较 我想有的时候 比较确实有些说服力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 我们看到科创板 整体的一个成交量 是228亿 跟昨天基本上是持平的 略微少 大概半个亿左右 今天两次的一个成交量 加起来4000亿 刚刚出头 我们希望这个比例 未来会更清晰 占比等到稳定以后 是不是整个成交量会放大 如果放大 那么咱们 瑞泽的一个判断就对了 再来听听乔龙 对这个市场进阶段 怎么看后市 现在这个阶段 我把它定义为 比浪的反弹的尾声阶段 当然如果进入C浪的话 这个尾声阶段 就成为C浪的第一浪 反正从现在的阶段 还没破这个箱体来看 我认为是比浪的尾声阶段 这个尾声阶段 是每次反弹 都是以下面的缺口 前面下方的缺口为支撑的 但是每一次的反弹都高点 一次比一次低为这个特点的 那么今天这个反弹 实际上是属于大盘 触及了2874下方 下方这个缺口 引起的一个反弹 同时有一部分股票 它是在60分钟线上 或者90分钟线上 形成了一定的底背离 另外呢 还有部分股票 像中正500的话 它是属于跌破支撑线以后 对一个支撑线的反抽 所以说呢 这个整个的这个比浪结束以后呢 我认为后面将走向一个大C浪 那么这个C浪是以什么为标志的呢 是以这个2822点到3045点 在这张图上的 这个整个的一个微箱体 打破下面支撑线为标志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接下来的行情 就是比浪反弹 它会有个震荡 特别是碰到这个下方 2822点也好 2804点也好 都会有个反弹 像样的反弹 到2900多点左右 但是这个反弹结束以后 那么接下来就是走向C浪 所以我目前就是说 耐心的等待这个跌到下面 然后买到 你刚才说到这个比浪还没有结束 现在定义为 在这个箱体内定义为比浪尾声 如果这个箱体破了 那还会创比浪的高点吗 没有了 我认为没有了 那如果说这样说的话 那一旦C浪成立的话 那这个比浪 C浪的一个起点 就应该是前面的3048点这个位置了 不 对对对 这就是从3048的这个位置 这是整个的C浪的第一浪 然后会有C浪的第二浪 那你为什么说这个比浪没有结束 是时间周期还不够呢 它还没有逃离这个箱体 所以目前暂时判断为比浪的尾声 如果这个它已经破了下面箱体的话 那就是C浪的这个地段 那其实从回过头来讲 技术上还是有可能会去创3048高点的 我是这么看的 从中正500和刺新股的这个指数来看 我画上中正500的图 就是它这个三角形在收敛当中 那么这个收敛呢 很明显这个压力线和支撑线 逐步是联合在一起 那么中正500它已经率先破了下面的支撑线 今天这个反弹是属于破了支撑线以后 对这个反抽 那么其他的呢还没有破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正500和那个刺新股都有引领作用 也就是说下面这个情况 基本上上正50可能没有这么快 但是呢也是处于这个走向这个C浪的当中 所以我是这么来认为的 特别是这个歇息 有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它是先上去 然后再下来的 那我觉得就算是先上去的话 那也是要下来的 确实如果把几个指数联系在一块看 相互之间毕竟都是在A股市场当中 都会有相互之间的一个影响 那假如这样看的话呢 到我倒确实比较同意 刚才所说的这个鼻浪的一个高点 可能已经出现了 只不过是现在还没有从技术上完全确认 那么这样的话呢 对大家来说就要引起一定的一个警惕 但现在前面两位嘉宾 现在的一个观点实际上是相左的 一个认为未来成家量放大会往上走 一个呢现在是鼻浪当中逐渐下行 可能马上就会确认息浪出现 那到底会怎么走呢 我们来听听小刚 小刚是怎么来判断的 来有请 我谈一下个人的观点 为什么今天不加仓 因为上周我说过 创业板指数 近期走私最强的创业板指数 也只不过是相提振大 那么本周我还是维持这样的判断 创业板指数短线在1537 至1587点区域内 我认为是反复的波动 那么今天早上实际上 实际上 实际上昨天盘中跟今天开盘之前 多有一些消息面的刺激 这些消息面的刺激其实是偏好的 所以就是昨天的板块 昨天是涨幅低的是电子设备板块 但是我昨天晚上 复盘因为为什么很晚 就是因为我把昨天电子设备板块 跟6月19号当时也是外部因素 好转以后做了一个对比 那对比出来的 我在微博上写的是非常明显 实际上它的力度 资金攻击的力度 相比较6月19号是减弱了 昨天涨幅低的是电子设备 那么对指数的盘调 我认为创业板指数是1537到1587 那么今天早上实际上资金一共 创业板指数基本上接近了1560 那么上面只有27点 那我当然不会去在这个位置去加仓 我最多是调商换股 因为上面的空间是有限 那么为什么我得出这样的判断 我认为我个人判断 就机构投资者 大型机构投资者 因为实际上7月10号的时候 我当时来跟老员做节目 我得出一个非常鲜明的判断 我的观点是 护纸和护生300 接下来最好的指数走势是横着走 那么从7月10号到现在 果然是横着走 尤其是估值更低 跟美元是连续汇率的恒生国际指数 也是横着走 如果当恒生国际指数横着走的时候 我很难想象我们的户子 能够一路往上推升 这个历史上是很少 极少极少出现了 所以在这里还是结构性的行情 我强调一下 再强调一下 是指数也是结构性 板块个股也是结构性的 那假如是结构性的话 那有没有可能像前面两位提的 有部分 像刚才乔仁认为 这个像上增指数 可能会受中正500的一个拖累 往下走 上增 没有提到创业板指数 那么会不会创业板独立走枪呢 不会 首先我能明确一点 护纸是不受到中正500的影响 我一直说了 中正500 我们各大指数 从2016年1月1号以来 走的最弱的是中正1000 中正1000指数 我到今天还是坚定看空 因为中正1000从浪性上看 它现在的大四一浪走完以后 四浪反弹到今年的三月 应该是三月中旬走完了 现在中正1000走的是第五浪下跌 它等第五浪下跌 才能走完整个熊市的历程 因为我的这个观点我没有变 那么中正500是受到了 中正1000的拖累 因为中正500相对中正1000的盘子 越为大一点 估值越为低一点 跟户指没有任何关系 户指受到的是 我一直说了 上正50 户深300 中正100 跟这三个指数 或者说跟恒生国企指数 走势的关联度是相当的大的 那么户指很明显 它从一直没有收复 跌破2946点以后 一直没有收复2946点 这一个关键点位 所以我认为户指 到今天这个点位 实际上它处在一个 落平衡的格局当中 户深300是横着走 那么经济走势最强的创业板 为什么它走势最强 但是大家要去看看 只要认真的复盘就可以发觉 在所有的行业板块里面 能够像创业板指数一样 因为今天创业板指数是 5天10天20天均线 已经形成了 马上形成多头排列了 而且今天创业板指数 收盘点位已经站在了 20天均线之上 有一段距离了 但是所有的行业板块 我讲的是新兴产业行业板块 里面唯有电子设备板块 现在是站在了20天均线之上 而且是今天刚刚补量站上去 所以我说这里创业板指数 它实际上有一定的虚胖 我一定要强调是虚胖 为什么虚胖 它受到了影响 创业板指数个别权准股的影响 但是这些影响 创业板指数个别权准股 我个人认为是绝对带动不了 整个创业板的能机了 因为我们从创业板 从开板到现在 从历史规律来看 只有新兴产业 才能带动创业板能机 而不可能靠一些养殖类的企业 或者一些其他类的 传统的一些企业 把整个创业板的能机来带动起来 创业板指数 我认为这里也仅仅是波动 那么接下来 机构投资在等两个因素 如果这两个因素 全部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我认为创业板指数 才有机会突破1587点 这个大相提的一个上演 好 确实创业板指数 有两个权重股是2000亿左右 他们的一个一举一动 对创业板的一个指数 影响会偏大 但回过头来讲 指数已经是这样设计的 我们只能是认可它 从这一点来看 我想相互之间还是会有影响 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了 有讲互动的一个环节 我们今天换个内容 跟周一开始一样 给大家一个免费送三份炒股的 一个实战手册 都是非常经典和实用的 一个股票投资的一个资料 其中更有一份是 针对如何投资 科创版投资的一个内容的 只要一参与活动 就能够免费领到 数量有限 大家可以下载 股拍APP前来领取 我们稍时休息以后 马上要进入板块决金 听听三位嘉宾 带来哪些试点 看中哪些板块 好 板块决金 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从小刚这边开始 保持刚才的一个激情 来跟我们聊聊 这个板块方面 有哪些体会 提到问我的心理去了 我当然要把我的心理话 都说出来 来 那么我讲一下板块 板块的方面 实际上今天我带来的 一些观点 实际上跟上周 包括前期是一模一样的 我一直是关注 电子设备板块 因为我强调过 电子设备板块 至少到今天为止 它还是运行在一个 关键点位 3350点 板块指数 运行在3350点上方 那么我认为 自然它还保持在一个 越强势的状态下 那么当然可以关注 而且尤其 接下来外部因素的 好转以后 对电子设备板块的 利好的方面 实际上最大的 那么第二点 也是跟上周一样 就关注中报业绩增速 一定要远超 这个西风子行业 它所属的西风子行业 增速了这样的公司 因为从今年二季度的 今年上半年的半年爆坎 我上周来说过 西风行业当中出现 它的业绩的分化 越来越明显 行业当中具备 核心竞争力优势的 这些公司 它进入的增长 还是非常快 但是一些行业竞争 比较弱的 已经变成亏损 甚至就是威力 威力或者甚至亏损 所以这个差距是在拉大 所以我一直说 这里是结构性的行情 那么今天我要来说一下 就是我认为 个人认为 为什么 我接下来 我就是 电子设备板块 大家知道实际上 可以封城也好几类 那么我个人认为 就是公募基金 从这次半年爆我来看 公募基金的通信厂 在通信板块 就是讲的更透彩的 就是5G概念板块的仓位 已经下降到了历史低位 当然在下降到历史低位 跟几个因素有关 第一个就是 因为在4G高峰以后 实际上整个的投入 随着运营商投入的减少 那么公募基金 它当然这个仓位 也在逐步降低 因为投入减少以后 反映到一些通信设备板块的公司 它的业绩深数也会降低 第二点就是公募基金的两季报 已经披露完毕了 那么目前为止 从数据来看 通信板块的持仓 仅占了2.6% 这个2.6% 已经是从2017年以来的最低值了 实际上今年公募基金的 第一季度的时候 有过一次 就是在通信板块上的加仓 但是因为二季度 一些消息的因素影响 大家都知道 我这里也不重复了 所以公募基金 又在那个通信板块上减仓了 所以它目前为止2.6% 是2017年以来最低位 所以我认为接下来公募基金 它会有一个加仓的动作 那为什么会有加仓 第一点 公募基金现在从两季报看 它现在在一些大消费板块 当中的拥挤程度 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那么势必到了下半年 有部分资金 它可能从大消费板块 传一传 那么因为下半年 今年下半年5G板块的建设 这是最确定性的 而且它属于新基建的范围 所以我认为接下来 就是公募基金 它可能要把部分仓位 从历史的低位 通信板块往上加 那么这个板块当中的公司选择 实际上我在今年 有一期的谈顾论经 讲了非常多 也做了几张PPT 我今天也带来了 实际上这个是就是5G 当时我说的是5G 仅期周期朝上 我当时提到的是社评前端 一定要关注社评前端 那么从这次公募基金 二级报的数据来看 非常明显 跟我的当时的预判 是一模一样 第一点 就板块内的持仓区域更集中 板块内也出现了一个 像大下飞板块一样的 抱团现象 第二点 公募基金重仓的公司 全部集中在社评前端 就是社评期间 那为什么 因为当时我翻到了 我翻到的数据显示 就是进入5G阶段以后 整个社评前端的投入 是整个4G的10倍 所以公募基金 当然是往这个方向去 更集中的持仓 第三点 就关注 如果站在这个位置 还想关注通信板块的 我认为一定要关注 上半年基金一时加仓了 那为什么这样说 通信板块 它是第二季度是减仓的 但是有些公司 公募基金 在第二季度是加仓的 那么整个板块减仓 这个加仓 那代表公募基金 对这家公司 非常非常看好 好 讲得非常的一个透彻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请出乔龙 乔龙的一个性格 全商肯定很习惯 你刚才说到 周一的说 这个仓位啪啪啪加上去 马上周二又减掉 现在是空仓 空仓实际上 对我们来说是多头 你以后往哪个方向出击 可能市场都要关注 我们来听听 你对这个市场 未来哪些方向 你是看好的 实际上我打算 就是沿着我对整个大师的判断 来做几次反弹 这个反弹很明显 以下方的每一个缺口为支撑点 但是从板块选择上来讲 我到时候会选择两个板块 一个就是武林 一个是武林 一个是客创板 一个客创板 为什么这么说 客创板上次还欠我们一个 没有要谈 对对对 客创板的话 我这次稍微简单谈一下 因为正好我自己 我们也准备收个一个 一级市场的干细胞公司 所以我这次来谈谈一个 就是说客创板的 这个医药行业的估值问题 因为实际上客创板的估值 大家有争议 但是我认为这个估值的话 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那么讲了这个 这个客创板的 这个医药行业呢 我觉得可能会是 从几个点来看 主要是创新药 创新药 几个创新药有关的一些 比如像一些 基因检测 或者说是这个 医疗信息化的一些东西 主要是这个方面 那么这个创新药呢 最最重要的是 它不能跟常态的 这个来比的话呢 它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一定是看到的 是不是可以被 有替代性 如果它是没有 被替代性的可能的话 我觉得任何估值方法 其实都无所谓的 它是无价的 无价的 那么通常来讲 在A股当中 我们都是用一些 PEG来这个估值 这个公司的 就是根据这个 失盈率比上这个增长率 对吧 那么从这个 目前有些生物公司 它还是亏损的来讲 这个不适合用 那么所以说 我就在创新药的 估值上面来讲呢 可以从这个药物的 这个被适用阶段 以及对不同的 这个治疗的阶段 等等等等方面来 以及商品的 这个商品率 来看待这个 药方面的估值 这是一点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 从国际上的 这个对标来讲的话 因为现在我们的客创 都是对标 世界上最最先进的 这个客创公司 好公司 那么像这种 预期的收益分析方法 以及这个 现进流折现方法 同样也是适用于 在这个客创行业的 医药板块这个方面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因为时间关系呢 所以简单的先讲这几句 那么更多的时间 可以留给一些 瑞者来讲讲他的观念 还是怎么来开创 这个客创文的 好 咱们这个乔融呢 刚才上来就告诉大家了 看50和客创版 这两个方向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看看未来 尤其50 可能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 是一个稳健的一个方向 来听听这个同样稳健的 咱们的张瑞者 今天带来什么 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好 就是我要说一下 因为之前上周来录节目的时候 是说到小而美的公司 那么这次重点讲一下 怎么样把小而美的公司 选择的方法逻辑 说了一下 满足这个条件 才能甚至说小而美的 那么首先就是 我对客创版的这些公司 其实有一个 有一个这样的方法 就是要有预期差 不能随大流 刚开始的时候 就像刚开版的时候 客创版有些 像半导体这样的公司 它就是明显的就是长得比较厉害 就是大家都说好 因为只有25家 交易比较拥挤 进去的资金特别多 那就形成这种情况 那么像这种 我就认为是随大流的吧 那觉得是稍微就是 自己个人会关注的少一点 就稍微关注 稍微关注度低一点 那么我会关注那些 别人不怎么关注的 里面我相信会有一些 简陋的机会的 那我自己就是在这方面找 首先这第一个条件就是 市场关注都要低 然后估值要合理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就是 它的营收跟净利润 它必须出一个比较低的基数 就基数一定要低 简单就是说 比方说一个公司 现在净利润是几个亿了 营收已经十几二十个亿了 那这样的公司 即便要增长的话 你可以对标一下A股的 就像刚才乔容说的 你去对标海外的一些 龙头上市公司 他们的营收经历 大概什么空间 你就基本知道了 它既然你成长 成长性已经是 它告诉你的 技术率高的话 成长已经小了 这样的话你估值又高 你怎么样去 把这个成长性 去探包它的估值呢 这其实告诉你 空间其实已经没有了 那么首先它基数一定要低 这是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就是 这个行业的空间要大 就是说如果这个行业空间 只有几十个亿的空间 即便你拿着5%的市占率 那说明你的成长性也是小的 就是说你自己技术低的 同时你行业的空间 是越大越好 那么这个也要满足 这是第三个条件 第四个条件 就是你跟龙头公司相比 龙头公司可能 有好几个产品 五六个产品 它都非常厉害 你起码有一个产品 到两个产品 能够跟它有 就是拼一拼的 有一定竞争力的 那么这种 只要有一个就行了 我认为 现在科书马 现在很多公司 都是满足这种条件 就是它就有一个技术 就是核心技术的这种 能够去跟他们拼一拼的 有定竞争力了 那么第一个就是 要有知名大客户的订单 最好是有知名大客户的订单 因为现在都在 就是谈这个自主可控 那么对于下游大客户来说 他们自主可控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自己开发 还有一种就是 找更多的上游 那么他们有一定的 就是那种动力 去培育一些小公司的 如果你有这种 这种公司的话 那我相信 它未来也会机会多一点 那这五个条件 是我认为 就是小而美的公司的这个条件 然后如果是我自己布局的话 我会分散去布局 因为毕竟小而美的公司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的 这个小风险 所以说我认为 这个分散布局 可能会规避这个东西 这是我的方法吧 确实从刚才叙述的这一番 小而美的一些条件来看 确实很苛刻 当然同时呢 它为了这个 对自己的一个投资 进行一个保护的话 会用组合投资的一个方法 来诡避 一旦我看错 这样的一个风险 就可以诡避掉了 因为整个篮子里有几个的话 那这个情况就不太一样 这个从数学的一个角度来说 找一个平均收益嘛 对吧 所以我觉得很理智 场内呢 我们说三位嘉宾 已经跟大家分析了 科创版 我们传统的一些主板的 市场的 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以及对于板块的一些看法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 有看头来了板块 我们将请出姚中元 请他给我们分析一下 近期的市场热定 尤其今天啊 我们看到通讯类的板块 似乎表现度不错 那么今天 他会带来哪些内容 不要忘了在收看的同时 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一下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可以和有看头来的讲师 获得更多的一个联系 接下来我把时间 交给姚中元 好的 欢迎大家收看 有看头 今天市场的主角 第一个自然是科创版 科创版当中某些公司 今天单日涨幅 将近约50% 那第二个呢 自然就是科技题材 那我们近期也提到过 科技题材在这里 是有延续性的 尤其是当中的华为概念 那我们先来看 第一张PPT 今天华为概念 在昨天的大阳线基础上 再拉了一根中阳线 那像这样的一些品种来说 它背后的逻辑 是源于在8月的上旬 华为将召开 最大的开发者大会 那这也是在7月份 即科创版上线之后 8月份市场当中的 一个重点的事件驱动 那在这样一个科创版的 这样一个大会上面 其实除了对于国内的 最新的自主可控的 软件操作系统的发布之外 还有对一系列的 科技产业链当中的 最新的一些产品 即将要公布 那所以呢 叠加上我们近期 有关于华为5G产业的 这样一个手机啊 在销量上 有这样进一步的提升的话 所以对于短期的市场热点来说 华为概念是一个不二的选择 那如何在这样一个 华为概念当中 去做好更多的 这样一个操作机会呢 那么我们今天 也是给大家 特地准备了一份福利 是关于华为 开发者大会上 要重点公布的 哪些内容和方向 那么以及 对于华为产业类当中 哪一些合作伙伴 密切对标的一些上市公司 进行了一份梳理 那如果说 你想要在当下的操作 上涨过程当中 去提高效率的话 今天你也可以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获得这样一份 华为产业链的 最新投资报告 那今天除了华为的 这样一个概念 出现了上涨 还有一个更好的现象 我们今天发现了 来 来看下一张PPT 今天其实在 电子元器件板块当中 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涨停潮 那么在整个技术走势上面 我们也发现 在昨天的这样一个 反包阳线之上 今天又同样出现了 这样一个阳线 那资金聚集度自然是较好的 那么叠加上 华为和电子元器件 这样一个板块 去进行操作的话 是不是更好的 能捕捉市场当中热点 和资金的一个动向的 那其实如果说 你不确定 哪一些是华为产业的话 那今天赶紧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来获得 那么再来看 下面一张PPT 我们在技术层面上 如何去寻找 那在这里我们发现 在短期的市场当中 有这样一个 四维量价体系当中的 三重突破 那这样一个概念是什么 就是在股价上 有一个明显突破 前期平台的走势 在量能上 又突破前期的缩量 以及在整个筹码当中 又突破了前期的平台 那么这样三种突破的话 叠加上这样一个 市场当中的热点题材 是不是也能更好地 把握住 未来的这样一个操作的 这样一个效率呢 好 那今天的技术讲解 就先到这里 下面把时间 还是交还给老袁 好 欢迎回来 那么今天各个指数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上涨 我们开场的时候 也跟嘉宾做过交流 那场内的嘉宾 已经告诉我们 有空仓的 有满仓的 也有今天 仓位没有变化过 那您呢 咱们的微信调查 这个数据 可是很有权威的 我们稍时休息后 马上回来揭晓答案 来 本节目由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古拍独家冠名 下载古拍APP 免费领三本实战炒股书籍 先到先得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燃气宝宝提示您 发现燃气泄漏 请打开门窗 关闭总罚 并立即报修 燃气热线962777 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 请安全使用燃气 唱通生命通道 共助平安环境 下载古拍APP 免费领三本实战炒股书籍 先到先得 欢迎来到微信联联看 7月22日 科创版首批公司上市交易 第一财经在滚动字幕 和行情提示当中 增加了科创版行情 请您关注 评文下方的行情提示 对于今天的上涨行情 有不少的观众认为说 不过是市场的 短线反抽而已 我们来看一条留言 要确认市场 是否能够继续反弹 还需要结合量能来观察 只有量价配合理想 才是最优的进场时机 那您是否同意 这位观众朋友们的留言呢 也希望您来到 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说出您的想法 接着让我们把时间 继续交还给袁建新 欢迎回来 微信投票的一个结果 我已经拿到了 我们来分享给大家 那么各个指数都上涨了 今天你加仓还是减仓了 我们三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 加仓了 因为情绪回浪 指数会向上拓展空间 这一部分 有20%的观众给出了一个投票 第二个选项是减仓 成交量没有达标 指数冲高 回落概率大 所以呢 这一部分呢 有25% 如果说前两项是对立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4比5的有关系 四个观众 我加仓了 五个观众减仓了 那么还有第三个选项 没加仓 也没减仓的 等待指数趋势 是更进一步的一个明朗 这部分呢 是占到了投票总数的55% 也就是4比5比11 我们来看一下留言 第一位观众说 今天涨了 我也空仓了 言下之意呢 就是不看好后事 因为C浪下跌 还在进行时 这个比我们乔龙还进一步了 他认为C浪已经进行时了 来看第二位 第二位说 虽然指数全线飘红 但互指量能 仍不尽能意 如果量能不能持续有效放大 指数仍会回落 我觉得后事观察量能的变化 尤为重要 这是两位观众的留言 还有第三个 第三个是想问 创业版 今天走势是强于主板的 短期能不能盯着中小创的公司 来进行一个操作 这个问题 张瑞泽跟我们回答一下好吗 我认为是可以的 其实都是在 我自己在预测 就是这个会有个分割切换 分割切换 就是可能那些蓝筹白马 可能会暴汤瓦解 然后中小创的公司 可能会借这个客丧版的东风 会有一个上升 估值上升 特别是跟这个客丧版当中 对标的一些龙头的这些公司 包括像我刚才说的 小而美的这个五个条件 在目前的主板里面的一些科技公司里面 其实也是符合的 也可以去寻找的 确实 提到客丧版上来以后 市场的一个风篇问题 其实结合刚才张瑞泽 以及咱们周小刚谈到的电子设备 我觉得挺有感想的 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因为实际上电子设备 这个板块当中 有好多个都是客丧版的一个股票 朋友们如果还有什么 其他的一个问题的话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 把你的问题写成文字 发过来 咱们的小编每天会很辛苦 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 我们在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也同时包括 你在看节目的同时 如果有什么新的问题发现的话 马上发过来 咱们的小编会找出来 在节目当中 就直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好不好 那咱们稍时休息以后 马上进入明日抢先报 看看技术上 明天是怎么来判断的 来 有垃圾 我不着急 垃圾 从前看自喜 生菜生饭和香酒品 不知本事物坐这里 有毛巾 掏瓷杯子 每集的生活用品住这里 纸张布料 瓶子不离 转闻手舞 它在一起 被电池和温度不利 有害垃圾一定要注意 昆虫的烂金 飞类出笔 刚下行情 常常犯难 想抄底 怕行情再下台阶 想换股 手中股票 一身套 再看看 又怕行情 反弹踏空 怎么办 当下阶段 你更需要理性交易 盲目抄底 不可举 现在 就将帮你解决问题的 底部四维交易法 免费送给你 从四大维度 提升你的交易能力 现在 立即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二维码 现在扫 马上就能 免费领取 拿到底部四维交易法 你会发现 它可以帮助你选出 穿越牛熊的 低估值板块 教你快速找出 反弹持续性 较强个股 同时 识别出起涨点 还可以实时监测 资金流向 从四大维度 助你把握 当下行情 避免踏空 简单 易学 尽快扫描屏幕二维码 免费领取 抢先使用 底部四维交易法 早一天 做聪明交易 欢迎来到 由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古拍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果论经》节目 上古拍APP 看视频 学炒股 免费领取 三份炒股实战手册 提升炒股操作技巧 7月22日 科创版首批公司上市交易 科创版实行了 全新的交易规则 在参与交易之前 请投资者充分了解 请您留意 屏幕下方的 滚动的科创版交易规则 须知提示 在今天的上涨之后 明天的A股 能否更上一层楼呢 接着就来听一听 原件新的明日抢先报 明日抢先报 欢迎你回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上证指数的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呢 很明显是高开冲高 但是呢 下午是比较明显的 有回落的一个动作 盘中呢 是冲上了十日军线 就这个位置 十日军线冲上了 但是呢 上方的这根六十日军线呢 很遗憾 曾经一度到过 但是呢 得而复失 所以最后呢 收拾收了一个 放量的一个阳线 但这个阳线呢 留了比较长的一个上影线 那周四呢 应该说五日军线 会出现一个 助长的一个拐点 这个呢 是大概率事件 只要不跌破 2901点 出头一点的一个位置 那么这个呢 就是会出现 这么一个助长拐点 那理论上来说呢 这个概率是很大的 同时呢 应该说 仍然保持着 去冲击六十日军线的 一个可能性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 大家注意到没有 应该说发生一定的变化了 日线呢 是多头的一个趋势 因为它站上了五日军线 同时呢 我们看到 KD界指标 都出现了一个金差 所以可以谨慎持有吧 那明天的波动区间 2909到2941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六十分钟线的一个情况 开盘呢 就第一个小时直接就一个大阳线的一个拉升 那么实际上呢 跟之前周一的这个大阴线是对等的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现在这个右边的一个走势 很有可能也会对应 它的一个左侧的一个走势 那么开盘以后呢 这样大幅拉升以后呢 市场就进入了一个缓缓盘落的一个过程 当然了五小时均线的是起稳 同时呢 这根大概是三十小时均线 也是起稳的 周四如果这个成交量 能够像今天一样 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成交量 那么能够再度去挑战 上方的六十小时均线 是在这里 它是缓缓下落的 从指标方面来看呢 目前是一个多头的一个指标 是可以继续持有 问题不大的 来看一下创业板 创业板的走势呢 要比主板市场要强得多 但同样呢 是高开高走 午后呢 有所走软 所以它的一个上影线的有 但不是很长 所以收呢 是收了一个放量的一个大阳线 并且呢 成功的把半年线也收入囊中 其余的短期均线 中期均线 都已经踩在脚底下了 从K线的一个形态来看呢 应该说比主板市场光明的多 周四如果不能够继续去 这个放量的话呢 那么这个冲击前方的 1577点的一个位置呢 还是在放量的一个情况下 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如果不能够去冲击的话呢 将会回踩半年线 去寻求一个支撑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看 同样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周线和日线 今天一涨以后啊 同时出现了一个多头的一个趋势 而月线呢 尽管目前仍然是一个转空的一个趋势 但是它离月线出现一个多头 上方的距离已经不是很远啊 所以一旦再往上大涨一下的话 那么就活期了啊 都是三多的一个状况 明天的一个参考波动 区间1537到1570点 我们来看一下 60分钟线的一个情况啊 那同样今天我们看到 它开盘直接拉伸 这根大阳线对应周一的一根大阴线 完全把它吞吃了啊 完全吞吃以后呢 它尽管也有回落的一个走势 但明显要比主板市场要强 只是点了一下五小时均线啊 那当然从技术的一个角度来说 由于这一番上涨幅度过大啊 幅度是比较大的啊 那么这个呢 可能回探了意犹为尽 还有可能去回试20小时均线 这么一个位置 指标目前是一个多头的啊 可以继续持有 我们稍息休息以后呢 回到场内啊 再请出三万嘉宾啊 就明天周四的一个行情 怎么来操作啊 听他们聊聊 来 本节目由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古拍独家冠名 下载古拍APP 免费领三本实战炒股书籍 先到先得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王哥 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投资很不顺啊 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 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你赶紧给我支支招啊 做投资啊 不能一看涨了 就联盟追高 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啊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 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就是专门用来 捕捉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详细跟我说说呗 这样啊 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描一下 就可以免费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 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这个资料啊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就去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免费领取 关键点位买卖法 好 欢迎回来啊 咱们的观众很可爱 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说 有什么问题直接发过来 你看这问题来了 是问乔荣的 是刚才你谈到科商版医药股啊 这个估值的问题 他问你现在 你认为啊 现在哪一种估值方式可能是最合适的 这个问题来跟我来聊聊啊 实际上固执的方法有好多种啊 那么刚刚我听小刚和瑞哲讲 大部分科商版都是用PS在固执 对不对啊 那么我讲的这个生物医药股呢 我感觉个人认为这个用DCF 就是策划到这个 推到这个FCFF 就是Free Cash Flow 那个Up The Form 就是现金流折算法 这个呢是比较合适的 这里有两个核心假设 核心假设第一呢就是现金流 第二个呢就是贴线率 那么先讲现金流 现金流这个方面来讲呢 刚刚跟瑞哲讲的这个行业性质 和行业空间非常有关系 那么从生物医药行业我来看呢 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个生物医学 更多的偏向于医美型 也就是说你不要有了病再去治疗 而是说更多的是用于延缓衰老 这个的行业的现金流的空间 将会是非常大的 无论男性女性都有这样的要求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这个贴线率呢 是这个是税后贴线率 那么这个跟税和政策也非常有关系 以及和记者人力也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在不同的阶段 看这个贴线率和现金流的话 也是这个生物医药行业固执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核心假设 那实际上我们进阶段 应该看到税费降了很多 对 那这方面应该是 政策扶持很有力 对这客户 对 顾着很有力 对的 好 这个问题 我们就简单回答到这里 再来听听小刚 明天该怎么操作的一个问题来 现在就是我说了嘛 今天电子设备板块是补量 然后占上了二次均线 接下来指数 我认为川阳指数 如果要继续上行 第一个需要电子设备板块 具需要带量上行 第二个需要更多的一些新型产业板块 也能够接力跟上电子设备板块的步伐 那么很显然 我在操作当中 肯定还是把电子设备板块 作为一个就是分享标的板块 第二点就是 我在6月19号的时候 我就提出过 就是实际上 设了这个外部因素的好转以后 对电子设备板块最有利的 那么从6月19号到现在 实际上电子设备板块当中的 一线西方航空龙头我所长到现在 这部分公司实际上 它的涨幅已经超过了15% 远远跑远的指数 然后再继续 准备引设备下电器 从中 二 一 更深的期待 更广的胸怀 更多的共享 更美的未来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新时代 共享未来 有垃圾我不着急 垃圾从前 看自喜 食材 食饭 和香酒瓶 不值得食物 坐这里 有毛巾 掏刺杯子 接近的生活用品 住这里 取着布料 瓶子不理 可温手舞 它在一起 肺健池 可温度不力 有害垃圾一定要注意 昆虫的南京 飞雷出品 观众朋友晚上好 北京时间二十点整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 公私与行业 我是杨子在上海 问候各位 从周一市场大涨 到昨天市场科创板 出现分化 到今天全线飘红 这三个交易日 对科创板后市的 进一步预期如何呢 那之前谨慎的理由 还存在吗 对科创板创板